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今天呢,我們來到大稻埕 一間非常熱門的義式餐廳 那它叫木山丘 想必一定很多人有聽過 甚至很多人有來吃過 大家都知道這邊的環境超級棒 超級漂亮的 那我們今天特別請到這邊 兩位創辦人 我們的Black Dudu 請跟大家打個招呼 那我想問一下Black跟Dudu 當初你們為什麼會選擇來大稻埕這邊的展店 那我們一開始來就是 其實沒有時間看很多這邊的老房子 那一開始來的時候就看到這一家 就我們現在的位置 然後它是算二進的房子 那它所謂的二進就是前面有 後面還有一個後院 對 然後可能後面如果再大一點的後面 還會有宅一個房子 對 所以這邊的建築就是讓我們看的就是很習慣 然後調查一下資料之後 覺得這邊的文化或什麼的 很適合我們想要來這邊 而且它很適合我們想要開的就是有綠色部分 綠色植物部分 可以在這樣的環境當中種植大量的 所以我們也會有所謂的樹啊 花花草草之類的 這是我們最想要的 我有看到你們好像很喜歡花花草草 那喜歡花花草草的是 比較是哪一位 我吧 他媽 所以這是對花草 因為我們想要就是讓客人覺得說 原來在樹津裡面有一個生命的 就是一個問世的 玻璃屋的產區可以用產 然後可以讓大家覺得就是 讀出一個在冰花街 又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像我們的香蕉什麼的 我們都會拿來用啊 只要它長大 現在又長一大串 我們都會拿來入產 所以其實後面的這邊很多的花草 什麼都會入到你們的餐點裡面 而且我們是會更換的 對我們會使得季節更換 可是因為就是大造成 畢竟就是可能到晚上人潮就比較少 所以就是比如說 這樣會不會去限縮到你們營業時間 一定會 我覺得這邊最大的缺點就是人潮太深 沒有那麼密集 沒有那麼密集 對 然後可能它就是白天的時候的超短度 就是很和氣的一個地方 其實大造成如果可以好好揮畫的話 其實晚上也很漂亮 其實也是很多可能會發明說 覺得我們有點太早晚了 就要到九點 可是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實 因為其實七點就 這邊就已經有變長 你們沒有想說用預約資什麼的 目前還沒有 因為畢竟開一家餐廳 你不只要考慮了很多 對而且現在所謂的人事成本之類的 越來越高啊 你開越晚的人事成本越高啊 對 OKOK 那我們又想要做好的是 一個很好的一個環境 一個服務 一個什麼 萬一我人事不高興的時候 你知道嗎 東西隨便做我就不喜歡 對不如不要 熬夜在那邊做何必 對啊 就之後如果整條之後 越來越 繁榮 也許我們也可以延長時間 但是現在真的太有限了 以南街來講他比較進城荒廟這邊 北街那邊就是 比較大橋桶那一邊 對 所以你們覺得中段這邊是 真的是對人潮來說是比較走不到 一開始是這樣子的 當然漸漸的因為這邊有很多 所謂的我們類似我們這種的新產業進來 包含餐廳包含一些文創的衣服啦 飾品啊等等之類的一些店 然後他們的進駐 包含青鳥書店他們也進來我們這邊 也在我們中北街這裡 那這些東西都造成很大的一個吸引力 對 所以我們後期我們中北街其實 人潮是很多的 甚至輸給所謂的北街跟南街 對 因為大部分大家一開始來到 就是大道城一定都是在南街那邊 對要去去布啦 看買布啦 然後要不然就是城隍廟 要不然就中藥才那幾家跑來跑去 可是真的是可以慢慢走到後面 也是因為後面開始比較多 有比較有趣的東西出現嘛 然後尤其像沐山修的話 就是一個非常有質感的餐廳 然後讓大家就是比較願意走到後面這樣子 我也希望說大道城女花街會 因為我們沐山修也可以越來越好 我們也因為大道城女花街也可以越來越好 我覺得這各是一個非常共存的一個關係 對啊 可是你們會有感覺說 比如說 當你們進住之後 慢慢這些新進場面進住之後 因為本來比較後段的這條街是 比較沒有人的 所以他當時的租金也是比較便宜 你聽說是有啦 就是租金是一年比一年高 然後房東的話 不然長房租的也是有啊 就是一年長一次的店是一大堆 不管大小 就是定的啊 當你人潮不及房租 真的一樣好 這樣平等的一個狀態的話 那一方提高 那我們坐不下 因為人潮不夠啊 哪怕我們東西好 那不夠啊 這還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所以當然也會希望說 房東不要因為我們進來 就覺得可以隨便調整 因為你的人潮跟你的規劃 你都還不到那個時候的時候 不應該是這麼的去做啊 你一直長沒有用啊 對 像其實新興產業也有好幾家關了走了 對啊 那像很多設計師其實他們也很喜歡來 找工作室啊 對不對 那這些工作室他們也都弄得很漂亮啊 對 那你路過輪看了我也看了兩年 他也是一個賣點嘛 因為那都是設計師的工作嘛 對啊 對工作地方嘛 他們也都弄得很好 他們保留老五 就是一個很原始的一個人 人放在那邊 都可以參觀可以看 可是你如果在地的人不懂 大家應該要共存的一個這樣子 一個觀念的話 那你長贏了 然後我們倒了 我們走了 對 那你跟誰拿幫助 就吸引來跟他們倒閉 所以你們會有點覺得說 這邊本來一些既有的傳統產業 他們會排斥我們這些就是 行星來的 因為他們顧慮 他們會顧慮說 我們行星的搶走他們的聲音 這是事實啊 可是卻沒有意思是他們聲音 早就被搶走了 對啊 搶走還不是 但是其實不太衝突吧 因為他們 其實是衝突的 應該說 對我們來說 我們覺得我們到底是搶走你什麼聲音 對 可是他們會想說 那就是因為他們都來你這邊 不去我們那邊 對 可是他們沒有去 不是買完 比如說買完中藥 我可能會想去吃個好吃的東西 但是他們沒有去看到一個 世界的一個變遷 對 一個社會 它已經結構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年輕人他說你 你像老一輩的人 他們會去買中藥或買什麼 會去買南北貨 可是現在年輕人 買什麼南北貨 買什麼中藥 我跟你講 有還是有啊 但是很少嘛 對 所以他們思維是要改變的 但我有看到 就是有一個 有像中藥店 嗯 那個叫空什麼的 他有家中藥店 他也很年輕的話 因為他第二代去接 他就很年輕 他常常在網路上投一些很棒的文章 也會介紹我們這些在地店家 包含新的 包含舊的 他都會介紹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這樣的結合才對 他們自己本身也很創新 包含他們包裝 包含他們行銷方式 都是很年輕化的 對啊 為什麼老店不能新生 我不懂 所以你們之前有試過 跟這些比較傳統的店家 去做一些搭配跟合作 那是合作起來的嗎 可能有 其實硬要合作 不是其實硬要合作 是可以合作起來 但不要這麼有私心 對啊 我覺得 第一瓜分都彈得太重 那個東西要 包含你說媒體 部落版面或什麼的 其實都應該要有一定的曝光 不要很 我覺得他們這是太守舊了 也是很很自私的 就那幾家在包 嗯 嗯嗯 彈的也是那幾家的東西 那我覺得 太狹隘了 所以說就是大道成 就是現在的整個包裝方式 就是說彈到大道成 然後就想到既有的這些老店 對 但是其實這些新店都很容易被忽略 可是很多年輕人又或者是觀光客 又是衝著這些新店而來 本來就是吧 嗯嗯 而且我覺得我們確實這些 就是新的地方是刷新這些 就是這個原本這個 這條街的一個風格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要去更主要 而不是一直去講說 百合店茶葉 然後南北貨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可以帶到的 但是我覺得有點過度 因為這是原本就有的東西 其實它是值得去保存的 對 但是不要只有這個嘛 就太過度 對不對 為什麼不可以 你為什麼不可以寫寫文物餐廳 你可以寫孔雀啊 你可以寫寫什麼啦 對不對 有寫一些比較我們風格餐廳 或者一些文創的一些手工藝品店等等之類 這些都很好寫 但他們也都很好啊 為什麼不寫 你每次都怎麼寫 這高品店 中藥店 然後什麼的 那你不能吸引更多的人來嘛 對 反骨之餘 等於一個月一次就好嘛 你又一直走老街一直走一直走 不可能 然後老街沒有新的東西 對不對 對 所以其實應該說 這邊的寄有老店 它 它應該是它本身有寄有的這些老的顧客 但是老的顧客來之後 就是 或許那些老顧客也可以帶給你一些生意 但是你們新的人朝來 其實也可以帶給他們生意 本來就是啊 應該是要更互惠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互惠的關係 不應該是真的狹隘的去把它分彼此 我覺得這邊就是 讓我比較失望一點 就是太分彼此了 對 我心裡超過那種的一些這些手法 我覺得蠻不溝通的 對 所以變成說 你們對於這間店就是 希望它是 未來是可以達到 我希望它是指標 指標 就是你要這樣道成就想到 我想到 這是必要的 我現在有很多我只要站在外面 可能只要有旅遊客經過 或許多人經過 就這家 就這家 這樣就很好 之前經過我 就這樣 原來那個最有名的墨山丘 開在這裡 對 對 常常有客人跟我在那邊 看朋友說 你的招牌也太小了 你這麼小 你還能發現到 代表他們是認真找到我的 對 對不對 他就是來迪化街日啊 我就再來墨山丘啊 不然你白來 嗯嗯嗯 對 這是一個資料 嗯嗯嗯嗯嗯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關於比如說 你們是怎麼看 如果今天有一些連鎖的 這些連鎖店家 他們來迪化街展店 你們是怎麼看這件事 嗯 以在他生意的眼光來看 我歡迎他們來啊 才可以帶動燈潮啊 可是某種程度上也是一樣 如果他們來會不會拉光我們生意 也會怕啊 對不對 可是做生意就是這樣 你腦根 就是 嗯 好不好我覺得那是個人的理由吧 如果今天因為 連鎖企業來也電到了 你要怪他們嗎 也不能怪他們 你 講到你也沒本事經營下去啊 就是各做各的生意吧 然後希望可以他們帶給我們 就是人 那你說會不會影響 當然會影響 一開始一定會有影響 但你就要把握你做得比大型企業好啊 嗯 對不對 就是如果你們名氣夠大 東西夠好 其實人家還是會來啊 對 我們一開始經營也不會說一下子就很好 我們也是花很多時間 嗯 經營各種行銷啊 或什麼的 也去想怎麼做 讓消費者更能理解我們 接受我們 對 然後愛我們 嗯 對 也是花了很多時間 嗯 也是很多就是在 不是底花街的人會特別前來吃飯的 都有各種的 慢慢的 對 這是我們覺得 不是大同區 什麼大道 什麼的能來吃飯嗎 這是我們覺得還蠻開心的一件事情 可能圓充 超遠的也有啊 會特別前來 還有巴黎啊 可以開車一家來吃 對啊 所以就代表你們吃的東西 至少品牌這件事情有 有建立起來這樣子 對 這種回流客讓我們覺得 很開心 就是我們的 東西是有記憶的 就是這家產品是有一個記憶 然後會讓人家覺得 他們會特別想要來這邊 更加一起用財 或清神啊等等 因為我常聽有聽過 客人抱怨過說 嗯 你們餐廳價格比較高 可是講一句實在 你只要懂一次 你懂得什麼叫做價值 嗯 不過今天我這家餐廳 不是擺在所謂的信義區 或什麼的 你們會說我東西真的好嗎 嗯 對不對 那迪化街其實它是 不是一個鳥地方 OK 對 然後我們的餐廳 我們的食物 我們的所謂的選材 等等之類的 都是這麼的好 它其實你應該拿一樣 它在東區業價值 很輕易的價值來看我們 嗯 並不是說你觀光地區 你什麼樣 我覺得有些台灣人不懂 對 這是一個好地方 或者是過去已經台北這邊 就是前面那種最傳統 最既有的 比如說這邊就是 傳統小吃 對 那你怎麼 那傳統小吃那麼多 你這邊開什麼多貴 其實你了解那些食材 你了解這些成本 你了解這些概念 其實不會覺得貴啊 對啊 平常心理真的不會貴 你看很多很多人 吃了之後 好吃他會覺得很好吃啊 他覺得物操作質 對 我們會想繼續開 這樣子的店行 在別的地方 再展這樣類似的店 或者是用這個名字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就是在展現上面 做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如果有經理的方向 其實我們都會隨地方去做更多 可能我第二家餐廳 就不會賣很多東西啊 對 我可能主工 可能怕是打披薩 這樣子 對 比較主題 主題性比較高了 對 我這家是叫餐廳 這真的是菜式餐廳 他不是主題餐廳 對 他真的就是提供美食 一個很舒服的地方給大家吃飯 對 但沒比第二家餐廳都不一樣 嗯 所以你們其實是有計畫要做展店 當然有 對 當然也希望說 有興趣的投資者看到 我們在這邊 經營人家算成功啊 對 相信我 有個 有信心的話 對 可以來詢問啊或什麼 對啊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今天非常感謝呢 我們的Black跟Dudu 然後跟我們分享很多 關於沐山丘的故事 那希望呢 呃 大家每次經過迪化街的時候呢 如果走到後段一點呢 一定要來參觀一下我們的沐山丘 吃美食 還有看看美麗的環境 體驗非常棒的整個美食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以時間分享給你哦